多国政要认为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中国共产党一定能带领中国人民 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 以中国式现代化 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同时 促进世界的发展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政策 中央的坚强领导下 中国健康稳定地向前发展 我曾和习近平同志多次会面 他是一位信念坚定 富有远见着实和非凡能力的领导人 他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 全球安全倡议和一带一路倡议 老挝全力支持 同时也授意良多 我们坚信中共二十大必将取得重大成果 助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 助力中国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 在习近平总书记富有远见的领导下 中华人民共和国正朝着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快速前进 中共二十大是在国际政治 经济和社会格局风云变换的时候举行的 我相信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 中国将继续在国际政治和世界和平中 发挥应有的作用 在习近平主席的英明领导下 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创新 带领中国朝着实现中国梦的目标 不断迈进 中国在世界上是倡导和平合作的力量 在各国人民之间搭桥而非筑墙 这令人高兴和鼓舞 多国正要表示 中国完成了脱贫攻坚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壮举 中国的成功正在激发许多发展中国家 勇敢探索发展和繁荣的本国方案 为世界现代化进程 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我的2020年第一次中国之行 让我大开眼界 看到了中国国家繁荣昌盛 人民安居乐业 这是中国的伟大发展成就 凸显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 我们相信 二十大将推动中国实现新的发展 中国共产党所取得的成就 值得称赞 史数亿人摆脱贫困 简直是一个奇迹 因为我深知努力让人们摆脱贫困 意味着什么 我们可能无法复制中国模式 但我们将从中汲取经验 多国政要还表示 二十大报告中强调了增进民生福祉 提高人民生活品质的内容 这体现了中国共产党 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理念 这也是中国共产党 能够带领人民取得巨大成就的关键 中国人民将同世界人民携手开创 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 中国式现代化将指引中国人民走向共同富裕 中共二十大做出的决定 不仅将影响中国 还将影响世界的发展 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 对中国对全世界都非常重要 中国的发展历程令人惊叹 现在全人类面临多项艰巨挑战 要应对这些挑战 中国必将发挥重要作用 对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共产党